初衛發展部日請公告 因為資安疑慮 行政院所俠管的各部會 禁用抖音 而政院呢 今天進一步的表態 建議禁用令納入考試院 監察院立法院 還有司法院 並且評估公務員 如果違反規定 可以懲處 有資安專家則是分析 公務門使用抖音 有資安疑慮 機密文件恐怕會遭到竊取回傳 部分內容對兒少也不恰當 在多個國家也都已經被管制 短影音平臺抖音 資安問題受到關注 數月發展部自十二月五日起 禁止行政院以及 小管部會使用抖音軟體 有立委認為 目前僅有行政院被規範 恐怕還不夠 行政院表示將建議擴大 禁用抖音的公部門範圍 也一併考量 若公務員違反規定 依相關規定懲處 總統蔡英文上午 接見資安既能經燈獎獲獎團隊時 也表態資安就是國安 臺灣必須持續提升資安防禦 和應變能力 連續四年奪下下載冠軍的抖音 是目前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社交媒體平臺 但資安等爭議也引起各國高度重視 美國官員速度對抖音提出資安疑慮 目前已經有多州禁用 英國也曾經認定抖音違反數據保護法開罰 澳洲參議員認為抖音有數據安全疑慮 呼籲禁用 而在印度 抖音也被封鎖下架 理由是為了國安與國民隱私 而臺灣目前則是對公務員頒布禁令 學者分析抖音有過度蒐集使用者資訊 以及提供不適合俄哨內容兩大風險 技術管制是合理的方向 對於抖音禁令是否進一步擴及到一般民眾 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回應 會在這個月底的資通安全匯報 以國安角度跨部會討論 記者帥林堅 台報道 記者帥 plugged向監督 shroud 痄